汉光教育基金会 汉光教育基金会是现任董事长宋聚芳女士 热衷于推动中华文化基础下 结合有志同好 在科技界私人企业家赞助下 经教育部申请核准 于2003年所成立的正式公益组织 基金会推广之各项业务 于2011年首度荣获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肯定 颁赠文创金品奖 社会责任首奖荣誉 基金会成立宗旨是以辉红汉字 发扬汉学 创新汉译为三大职制 将文化传承 终身学习 慈善关怀 身心安顿 资源整合 列为五大实践目标 以企业化做法深入文化层面 将精神涵养注入社会 强调活化个体的学习 并策略运用汉光奖 汉光活动 希望工程 文创列车等四大主轴 作为推广平台 汉光奖 旧爱新欢 中国古典诗诗词 谱曲即歌唱比赛 汉字动画创意竞赛 汉光语文竞赛 汉字艺术设计大赛 汉光阿卡贝拉编曲即歌唱比赛 汉光活动 语文创意展览会 文化点灯创意营 汉光有意识 义学经脉导引 希望工程 数位行动车 清寒才艺奖助学金 清寒才艺奖助学金 原住民孩童研究计划 儿童学习研究计划 文创列车 文创列车 家人 detectives 好 如创意Í 幷 dein 警察 我的 checks 我的天章 Rap也亮了 我的天章菜也亮了 我的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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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梵纸 我走 我 Ephes 云 小 我 乌 基金会成立至今与国内各级学校传统艺术团体合作 借由校园活动、社会活动等多元途径 不断创新公益教育课程、实施创新竞赛 办理大型语文创意展览会 以及各项资金赞助文创团体表演活动等等 为推动文化创意深根 为康复汉文化而努力 推广上以在校种子老师为散播基础 配合鼓励青年、学子 以创新精神为驱动力 用策略性教育来厚执国民对华夏文明的理解与认同 借大家参与基金会各种活动中的体认与契机 建构属于台湾的中华文化 能在国际间绽放光彩 进而创造整体社会的新生活 研究最初的一篇 明镜ista 许竞аться